Hello 爱奇艺爱聊专访万一个和喜马拉雅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游静如 你怎么看待剧中叶小河和周宇的爱情 我觉得小河和周宇他们俩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们俩是同频道的 就好比我在戏里面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鲸鱼的故事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孤独的 没有同类能够听到他的话 但直到有一天他小河遇到了周宇 就发现了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懂我 理解我 然后跟我是在同一频道的这么一个人 在现实生活中 你对爱情有什么冲击吗 小时候吧 就是有幻想过 这个人甚至都比较具体的有一个画像 但是现在我觉得 当有一天有这么一个人出现 我就觉得可能就是他 也许有很多比他完美 各方面都要比他更好 但是我不会想起其他比他更优秀的人 我就会想起这个人 我觉得那可能就是爱情吧 novusir dzilla dolla dolla